一大片树林围绕尽管周间有木桶栅栏做间隔 但往里一看却是杂草重生 而这块看似不亲眼的土地被外传 有可能就是台积电未来1.4奈米的建厂用地 台积电龙潭厂的左手边呢 就是龙潭园区第三期的扩建计划 土地共约近160公顷呢 拼在今年底正式筹划2026年交地 不止三年后就有机会动工 更有机会在2027年至2028年开始量产 将先进制程跟流台湾 而看看台积电美国厂 采访团队挺进台积电美国厂 周边围里可见戒备森爷 但从远处就能看见厂区基本出行 机具也都正在加紧赶工 拜登政府力挺半导体美国制造 如今要再发红包 新增半导体设备化学材料等供应链厂商 到美国设厂都能享有高达520亿美元的补助 但有台厂就质疑 这恐怕是增多周少 看得到却吃不到 美国优先 英特尔美光这些 他们是一个优先的零补助的一个单位的话 其实台厂的供应链 也包含了台积电在内的话 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补 美国的晶片法案的补助 真的还要有待商务 也就是说 虽然美国晶片法案补助措施 是让台积大联盟成员成本能有效控制 但毕竟美国建厂成本是台湾的5到6倍大 补助金能拿到多少还是未知数 台湾厂商是否有机会分一杯羹 恐怕还得打上一个大问号 东塞新闻综合报导 试图 这是 是